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 今天我们来讲,地球是个宇宙监狱 在2024年,最新的证据表明 地球是位于一个超级空洞内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宇宙监狱 2024年的1月的一天 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 皮萨尼在实验室里进行了模拟宇宙计算机实验 确切的说就是研究这个黑悠悠的空洞 又叫做巨洞 在1980年代 天体物理学家们还认为这些空洞当中什么都没有 所以没有人对这些空空如也的宇宙空间感兴趣 但是自从哈勃和韦伯望远镜相继上天之后 天体物理学家们的想法就不一样 新生代的科学家们就更加的重视 用观察数据进行模拟实验 他们最感兴趣的正是这些宇宙的空间 皮萨尼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因为这些空洞当中 可能就充满了宇宙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以及各种扑朔迷离的中微子 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这些东西的起源和特性 了解它们就能够帮助揭开更多宇宙的真相 暗能量目前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存在 科学家们根据现有的宇宙学的模型 知道暗能量约占宇宙总量密度的68% 它是宇宙膨胀在内的驱动力 因为它强大的排斥力 克服了星际之间的引力 于是就推动了星系彼此之间的远离 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通过电磁辐射 直接探测到这种驱动力 皮萨尼和他的团队就一直在研究着一个叫做KBC的空洞 我们生活的地球其实就是处于一个巨大的宇宙空洞之中 KBC空洞是2013年发现的 是目前发现最大的空洞 直径超过了20亿光年 而亿光年大约就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63000倍 因为地球就在这个空洞当中 所以KBC空洞也叫做本地空洞 不仅是地球 银河系就靠近这个空洞的中心处 而且银河系所在的庞大的本地星系群 拉尼亚凯亚星系群也在这个空洞当中 KBC空洞被发现以后 皮萨尼就一直在密切地观察着它 他发现空洞有一些奇特的现象 这些现象在挑战着现有宇宙的模型 也在刷新着宇宙物理学家们的认知 就是它的内部的膨胀的速度 比整个宇宙的膨胀速度要快很多倍 那快多少呢 在距离大约是326万光年的尺度上 空洞内的膨胀速度 比空洞外的速度每秒大约快了6公里 用天文学家的术语讲 就是哈勃常数偏大 这个哈勃常数是用来描述 宇宙空间膨胀的一个数字 所以皮萨尼就认为 空间内的膨胀的速度更快 那有可能就是推动宇宙膨胀的 这个暗能量在这个地方有异常 但是另外一个科学家 福根则有不同的看法 福根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 系外行星科学中心的科学家 福根认为地球所在的本地星系群 处在一个巨大的行为又怪异的空洞当中 和其他的星系群的距离相当遥远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地球是一个监狱星球 福根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地球所在的本地星系群 和其他的星系文明之间相隔太远了 这个KBC空洞比其他的观察到的空洞大了七倍 所以地球银河系和拉尼亚凯亚星系群 这个本地的天体系统 它就像是宇宙中一个孤零零的小岛 而且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我们所在的这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还在加速地远离其他的星系 所以说地球就是一个宇宙监狱星球 那这个概念并不是福根的首创 它已经被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背景的学者提出过 几个世纪以来 它在文学哲学和宗教的著作中 都反复地出现过 最有名的版本当属公元前四世纪 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 在他的名著作当中提出的那个洞穴预言 在这个预言故事里 他把人类比作是锁在黑暗洞穴中的囚犯 人们所看到的影像 就是所谓眼见为实的世界影像 只不过是那个真实世界 通过洞穴里的篝火 在洞穴的壁上的投影而已 那这个投影和那个真实的事物 最多是有些相似 而且投影还经常的扭曲影像 和真相相相差甚远 现代人对这个预言的解读是 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是来源于感官获得的信息 在通过大脑选择性的加工呈现出来的 那么人类由于受限于感官功能的限制 和大脑功能的限制 所以所得到的这个印象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是因个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所以地球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座心灵的监狱 福根的贡献是在这个基础上 又狠狠地补了一刀 何止是心灵受限 感官受限 其实物理上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 比如地球上的引力 就限制了人类遨游太空的自由 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条件环境 也限制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再加上人类本身肉体也有限制 有生老病死 饥渴 寒暑等 也会给人类的肉体带来麻烦 所以人类所受的限制 真的像是监狱里的囚犯所带的镣铐 或者是围住的铁栏杆和高枪 这就引申出了一个更高级的脑洞大开的想法 首先人类的化学观测的范围 几乎都逃不出元素周期表 一百多个基本元素 随着发展现在还在增多 而更多的物质都是由不同的数量 不同的原子构成 而原子继续拆分就是电子中的质子 而继续拆分就是夸克 夸克为人类目前已知最小粒子 但是这是有个前提的 就是人类已知最小的粒子 而不是客观存在的最小粒子 就是目前人类观测的结果 构成的物质的基本单位 到底是波还是粒呢 似乎还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无论是波还是粒呢 都可以受意识范围操控 然后让我们放弃人类的自大 从卑微的眼光 去看待一个虚拟的世界 假如说如果有这么一个世界 生命体完全是由意识形态来存在的 意识强大到可以根据存在的基本粒子 或者是波组合成任何物质 那么这个概念 无论是说它是高维空间 或者是西方极乐 其实都是可以的 因为在这里 无论是意识还是物质 其实都是自由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有一个意识 在这个空间里面犯了罪 该如何对它进行制裁呢 那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 剥夺它的自由 那么用最基本的游戏逻辑 如何限制一个意识的自由呢 首先就可以固化周围的物质 让物质呢 不可以无限组合 只给你最基础的组合方式 比如说空气 水 这就相当于你在自由的时候呢 你家里有电扇空调 电视冰箱 并可以随其所欲的 购买任何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但是在监狱里的时候呢 只有一张床 而其次呢 弱化你的意识感官的方法也很简单 可能就是你的感官是无限的 但是将你的感官弱化到仅剩下无感 比如说听觉 嗅觉 触觉 视觉和味觉 人类的感官被弱化 其实是有现实的例子的 有很多人啊 会存在于强烈的第六感 并且极其的精准 但是我们都知道嘛 是游戏都是有bug的 但是意识是很强大的 就算你只给它无感 它也是可以很好的利用 所以想要再削弱怎么办呢 于是就给人类的意识上加上了喜怒哀乐悲恐惊 往往我们都会觉得啊 喜乐是好的 悲恐是坏的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啊 我们现在所说的情绪的作用呢 不是让你觉得呀 是不是舒服 而是无论哪种情绪呢 都会干扰你的意识 从而让意识做出错误的认知和判断 这就好比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 控制他对外界信息的纳入 也许在真正的人类环境下呢 意识是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 而限制意识的方式呢 就是让意识不可以独立存在 必须要这个意识呢 依靠载体存在 也就是肉体 而这个肉体呢 是非常脆弱的 寿命不如龟 速度呢不如宝 力量不如熊 势力呢不如鹰 大脑开发呢还不到10% 上不能飞 下不能游 甚至还不能够长时间的 暴露在自己生长的环境的时间过长 因为会受到紫外线的灼伤嘛 这就好像是给一个犯人 戴上了手铐脚铐 无需太多呢 只要这三种方法呢 就能让一个强大的无限的意识啊 陷入到被囚禁的状态 也就是现在的人类了 那最核心的一点呢 限制自由啊 无论从外界到本体呢 到内在 并且这三种和地球监狱说呢 都有着明确的 非常贴合实际的例子 可以做对比参考 所以以上呢 是根据现实所做的一种推测 推论 那地球监狱说就很好地回答了 一直无法解答的费米悖论 外星人到底在哪里呢 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呢 人类根本就是宇宙高级文明的成员 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 后来呢 由于变得不好了 做了不符合那个宇宙文明标准的事情 于是就被判到了 从不同的世界流放到了地球上来 那地球监狱呢 就是更高级智慧文明创造的 被流放到这里的人呢 被抹去了以前的记忆 在这里的人类呢 会自生自灭 也许时不时的会有人来地球监狱探监 但是探访者呢 都非常的低调 只有被他们选中的 有特殊因缘的人呢 才能够感知到他们的存在 一般情况下呢 高级生命啊 是不会轻易地和人类接触的 但是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人类 这就是费米贝伦所说的 宇宙中的高级文明 存在的概率很高 可是呢 我们一直探测不到他们的原因 让我们再回到天体物理学家 皮萨尼对KBC空洞的观察 他留意到KBC空洞内呢 有两种力量 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就是引力 它来自于一个叫做聚引元的构造 它位于拉尼亚凯亚超新系群的中心 那聚引元的质量呢 是银河系数万倍 距离地球呢 是1.5亿到2.5亿光年元 同时呢 KBC空洞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排斥力 它来自于一个叫做 偶极斥力器的东西 它是银河系附近的一个排斥力中心 是在2017年首次被探测到的 它看起来呢 是一个巨大的虚空 但是产生着巨大的排斥力 那聚引元和偶极斥力器呢 一个吸引 一个排斥 就加速了KBC空洞的膨胀 让地球和银河系呢 成为了宇宙的孤岛 那关于宇宙的记录呢 从埃及的翡翠路 到华夏的道德经 这两种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文化呢 都有类似的记载 既是 其上如其下 其内如其外 人有五知 脸有五官 手有五指 脚有五指 再让我们来看几张图啊 这是地球 倒可观测最大的 星球的比例呢 以及随后可观测的 宇宙的推测模型 中间就省略了一张 星系的图 相信机智的你 已经看出来了 宇宙到星系 到星球 到卫星呢 像不像细胞 到分子 到原子 到电子呢 那么说到这儿 我们又产生了 更可悲的想法 就是不仅仅地球 监狱说是成立的 更可怕的是 我们的世界呢 很有可能是被虚拟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只是一个信息 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 在很小的时候呢 都看到过外面的阳光 照进屋子里面的时候 那种飘在空中的那种灰尘 会觉得这个灰尘 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的想法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呢 不断地被人灌输 人类是唯一 那这个世界呢 是物质的世界之后 就慢慢地打消了 小时候的那个念头 如果你小的时候的念头 其实才是真实的世界呢 也说不定啊 我们的宇宙啊 对于我们来说 是浩瀚无边 但是对于其他的生命体呢 可能你的星球啊 也许就只是一个电子呢 甚至是一个夸克呢 试问一下 如果你想象不到啊 那到底有多么巨大 其实你完全可以想象 一个逼真的游戏嘛 就是我们的世界 也许只是存在于 指甲盖那么大小的 一个芯片之上 这一个芯片呢 不只是一个宇宙 而是融合了 无数的平行宇宙的信息 但是它就是 指甲盖那么大的体积 还有你可能觉得啊 不相信 你觉得你掐字底下呢 会疼 但游戏里面的人物 它不会疼嘛 但是你怎么知道 游戏里面的人物 不会疼呢 目前我们是个低级文明啊 我们就能够创造出 电子游戏 但是一个高级文明 也许就可以把我们 模拟的更真实呢 会疼会痒 会发生各种各样 突发情况 那也说不定啊 所以说他们有可能 就是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如果你无法理解无限 无法理解你现在的宇宙 和现实的一个细胞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无法理解人类的感官 可以被模拟的多么的真实 那还说明一点呢 就是他们在你的意识上 给你加了一个值 让你在思考一个 大数据的时候 会超负荷 让你会当机 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 欧美最著名的生态学家 爱丽丝·西尔瓦博士 就发表了一个 非常震撼的论述 经过和多位科学家们 共同研究呢 就发现人类的起源 并不是在地球 而是在20万年到6万年前 被外星人送至地球的 他表示呢 人类一直被认为是 地球上进化最完整的生物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 我们至今还是不能够 适应地球的环境 不仅体现在人类对强光的敏感度上 而且还体现在地球诡异的重力环境 别说摆脱地球束缚飞向太空了 即便是坐简单的升降电梯的时候 人体的机能也会受到严重的困扰 绝大多数人 在上升到远离地面一定高度之后 都会不自然地产生恐高的症状 甚至头晕昏迷 而且不止于此 研究宇宙重力学的科学家们 曾经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任何太空飞行器在试图驶离地球轨道的时候 都会受到一股强有力的能量的束缚 在地球的外围还存在着一股无形的引力圈 爱丽丝·西瓦尔博士就继续强调说 应该有很多人感觉在地球上没有归属感 他说我认为至少证明人类之前 是存在于别的星球之上 是被高度进化的生物带到了地球的 或许地球是类似于监狱一样的星球 可能在高度进化的生物看来 人类还没有完全的进化完 在我们进化完全之前 就必须得待在地球上 即使现在的人类可以发明地外探测器 可以将人类送往附近的星球 如果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巧合的话 那么看完下面的数据 我相信你会傻眼 在1969年7月20号 阿波罗11号就从月球上带回了第一批岩石 研究师立刻就确认了水在月球上存在的事实 其中不只确认了月球上的水 还安置了阵仪 确认了月球的共振异常 内部是未知的一种元素 当时受到理论派人士的反驳 他们就认为月球的岩石有水的情况 只是地球上的空气渗入 在其后阿波罗先后带回了数次岩石 每次都有水的证据 而且阿波罗12号采集非常多的岩石 其中有两块是200亿年前的岩石 元素非常的奇异 一直被列入最高机密 美国与苏联在1943年的 尼古拉特斯拉逝世后 就开始着手太空计划 由于美国文献与获得的信息较多 除了登月与探测火星 更成功的抛出了宇宙飞船 前往太阳系的边缘探测 直到30年后 终于就确认了尼古拉特斯拉的伟大语言 特斯拉就说 太阳系有防护罩 通过旋转进行共振 放大才能够脱离太阳系的囚牢 才能转移到任何一点上 在2005年 无人宇宙飞船首次就证实了 太阳系内的内圈皮壳 至少有90亿公里 且至少有5层 每一层距离30亿到100亿公里远 任何物质有可能突然的进入到某种不确定的轨道 而突然减速 到达200亿公里的地方 一切的物质都会突然的开始减速 直到被摧毁为止 在1972年发射的先锋10号 到达此处之后 从每秒10公里的速度 很快就降为了每秒10公尺 之后就被摧毁了 地球上的望远界可以看到银河系 也可以看到夜晚的星辰 但是宇宙飞船飞过了120亿公里 往太阳系的外面看却是一片漆黑 除了往外看是一片漆黑 它往内看也看不到太阳 因为太阳的光线无法传达到120亿公里远 所以至今已经可以确认 一切太阳系外的影像是由虫洞进入120亿公里内的 经过太阳系皮壳层的望远界 才看到外面的景象 换而言之就是太阳系 30亿到100亿公里的地方 有很大的学问 到达120亿到250亿公里 太阳风也会被阻止在此处 就成了鸡蛋壳了 而这一个鸡蛋壳的厚度 居然是70亿公里 仿佛一个超级巨大的望远镜片 只有在镜片内 才能够观看到太阳系外的风景 目前被认为 在60亿公里远的一个古博带 位置在海王星轨道上 这里在探测上是一个怪异的地区 也被部分的正时派的科学家认为 有黑洞或者是暗星 而在附近 都有不断地吐出彗星和陨石的现象 具体的原因还不明 实至今日 还没有宇宙飞船到达此处进行探测 但是此处是天文学界一直在探测的一块宝地 且是机密的地区 奥尔特云的小行星数量的密度 是比原先预估的还要多300倍的 任何的宇宙飞船都不可能飞出去 那这里是太阳系的最外层匹克 有密度非常高的不知名的暗物质 是目前所知的太阳系的终极匹克地带 而我们的空间都被此给包围住了 所以预言家埃德加凯西就曾经说过 引力和排斥力 就是宇宙当中两股决定性的力量 掉进地球监狱的人除非改过自新 否则永远都没有办法逃出身天 所以大家认为呢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